出外總是得靠朋友 但是友情這東西能信多少 人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 明明每個都不是什麼君子 感情卻比淡水河還淡 說出來的話比漁人碼頭還漁人 真是可笑 話說朋友是怎麼來的呢 學校認識的也只能算同學吧 想要網路交友 別傻了 八成都是來約炮的 路上搭訕更別做夢了 他們只會把你當怪人 根本沒有這種事 除非你有極高的顏值 但至少我是沒有啦 以前臉書好友隨便亂加 真的認識的根本沒幾個 有些人還會來問你是誰 幹嘛教我好友 哇操你以為你夯哥還夯家 我們都嘛隨便看看有什麼好問的 就算真的在網路上認識了 大部分也就局限在網路上了 在現實中甚至繼續維持陌生人 我有看到有的情侶是在交友軟體認識的 瞎 瞎爆了 這比街頭秋比赫剛見面就可以抱在一起 然後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抱一個本來就認識的人還瞎 我沒有在diss那個節目 我還蠻喜歡看的其實 我也沒有在羨慕嫉妒那些人 畢竟我 喔 沒事 媽的 隨著年齡增長 你以為你認識了更多的人 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回頭看看才發現 你以為你認識那些人 但其實沒有 他們都走了 走得如此的不在乎 但你心中卻感覺有點在意 因為你不知道為何他們 一開始要裝得像朋友 比天母分部裝種才還會裝 想到之後我就不爽了 反正朋友這種東西 一個一個走了 也該習慣了吧 就是那麼的 膚淺